针对香港第三波疫情中 不同行业均出现感染群组 特区政府近期为较高风险群组 提供自愿性质的一次性免费病毒检测 作为高风险服务行业 D-10司机率先获得免费检疫机会 7月17号的时候 所有的D-10司机免费一次性病毒检测 维持大概两个星期到8月1号 所有停车场免费 还免费给D-10司机一个砖头的停车 这个非常有用 香港D-10司机从业员总会秘书长黄大海说 很高兴特区政府听到了基层的声音 与运输署沟通不久 便落实了免费检疫措施 不仅让有相关诉求的D-10司机安心 更在提高全民防疫意识方面 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对那些司机有CEO 认为我自己比较高位的 他希望政府提供服务给他 他能够有这个地方去检测 这个很关键的事情 要不然大家人心惶惶很担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政府做的这些政策上面 那个防疫抗疫这个政策上 非常关键一个目的就是宣传上面 让全民知道我们有这个意识 要提高这个防疫抗疫这个意识 黄大海说 自香港第一波疫情爆发开始 D-10司机从业员总会 分三个阶段进行了口罩 搓手液 消毒喷雾等派发行动 一方面为了保障D-10司机和乘客的安全 另一方面更希望借此将抗疫意识 传递给更多市民 他认为 做好抗疫工作的关键力量 是每一位市民 主要还是市民 每个市民 我们必须全民抗疫 我们觉得应该是政府要大力来推断 特别是在这个法理上面来推断 黄大海表示 香港D-10司机群体 经过大规模自愿检测之后 效果非常好 他呼吁更多市民主动接受检测 他强调 公共卫生安全不是开玩笑 每个市民都有责任和义务 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的这种